吉安乡妇女会举办的112年度 缤纷吉安健康幸福城社区妇女妇佑安全宣导及趣味既在运动会 14号上午在吉安国小举行 去年提倡垃圾减量环保爱地球 而今年则是以妇佑家暴作为宣导主题 期盼可以凝聚社区妇女团结力量 在游戏当中疏减压力快乐活动 吉安乡妇女会为促进社区妇女身心健康强健体魄 提升知性与活力 令其举办各项宣导活动及趣味闯关运动会 14日上午在吉安国小办理缤纷吉安共创幸福城 社区妇女环保宣导及趣味竞赛运动会 宣导任世面临家暴该如何求助 透过凝聚社区妇女力量 促进吉安乡祥和美好 走出家门 走出工作 走出了社区 来到了我们吉安乡 进行快乐的竞赛游戏 以及我们的乐活运动 我相信妇女姐妹的爱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分享给我们的工作跟职责 在辛苦劳碌的同时 吉安乡公所以及吉安乡民代表会 和我们吉安乡妇女会 共同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舒压亮能 让大家看见姐姐妹妹活力 以及能量跟健康的活动来推展 我们希望快乐幸福就在吉安 也祝福我们这些为自己劳碌 为家庭奉献的姐姐妹妹们 能够有快乐健康幸福的一天 更带来未来延展到家庭照护 社会工作的能量 我们一起为姐姐妹妹们加油 随后区位竞赛运动会 吉安乡18村妇女姐妹 约有超过20支队伍参赛 透过活动展现彼此团队默契 活到老也动到老 发挥运动家精神 上场表示 妇女是安定社会 守护家庭重要后盾 此判透过定期宣导和区位竞赛 妇女姐妹持续发挥温柔坚毅精神 服务社区也注重自我健康 共创幸福吉安 记得蒋帮燕前相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